美食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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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案例都40年了 40年喔 這麼久 那你在這個40年的過程中 有想要放棄過嗎 有啊 也是要成人 還是太誇張了 一樣的東西摸太久 所以主要做的 越做越無聊 為了生活 補作又不行 為什麼叫做鋸造 我們把原料 融解成湯 再把这个汤了倒进去我们的成型模具里面去 让它一起成型 它在冷却的过程是非常平均的 加上它铸造其实很有需要 我们想要一些美关性 还有一些波子等特性 可以去相配 在这个铸造成型波上来讲 重力铸造会有它的优点在这个方面比较强势 我们去看它的形状 第二会去感觉它的重量 再来就是它的表面厨 它不大也不小 很突破我们传统的一个波形 应该以往台湾的磁色就是 你把我们带过来的大小外来的尺寸 都是33以上 很好做到这个28公斤 一般它能做那种28公斤 就是炎炸火 这种比较小的波形 然后在这一层 第一它高度有够 底部的平面也够 所以你要在这边炒 在这边煎 使用性才是可以炒 这刚平时一天可以做铸造吗 150年 150年 而且它也就是单独 对 重力铸造这个第一个工序 我们现在是把鱸鱼 就是鱸鱼 搖起来 所以焦住到鱸鱼 以前还是在焦住 焦住之后 你会等它就是自然鱸鱼 正常性 这个驾住的过程 它是在码工里 装工来的表面 表面加工 用鱸鱼 装工前是一个 先兴 或者车房的按键 博具本身 它的那个手柄部分 互接是装工 还有半端部分 固定着手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